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频繁辟谣新恋情 林更新一格空再度表白 个性穿搭影争议 近日 有网友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组偶遇林更新的画面 并且晒出了合照 画面中的林更新也穿着浅灰色的T恤 搭配黑色的长裤 头戴着棒球帽 一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休闲舒适 她也推着行李箱 高挑的身材看上去也依旧特别的阳光帅气 不过 最强劲的则是她T恤上的黄色兔子挂件 看来在拍摄完与凤行之后 林更新也喜欢上了兔子 而我们也都知道这是赵丽颖的生肖 还是她最喜欢的小动物了 俨然一副附唱夫随的模样 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她手上佩戴着的手表了 这是某时尚品牌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而推出的 专属于父亲节的礼物 其名换作最棒爹的 我们也都知道林更新并未升级当爸爸 却戴着这么一款有着特殊含义的手表 似乎也是一有所指了 在前段时间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恋情也转得沸沸扬扬的 当时他们合作的与凤杭庆宫宴的合照也显得特别的甜蜜暧昧 引发了网友们的猜疑 再加上林更新也特意晒出了两人的拍立得合照 言行举止中更是透露着浪漫的气息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 赵丽颖也特意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两人的另一张拍立得合照 并且对此进行了辟谣澄清 其工作室也表明他们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赵丽颖在晒出了自己和儿子的合照时 也再次地对此进行澄清 她强调 爱工作 爱生活 不爱扯淡 言语之中也透露着无奈了 看得出来她也十分享受着与孩子的相处日常 如今 林更新再次穿着兔子的衣服 这也给人一种再度隔空表白的猜想 而特意戴着最棒爹的的手表 疑似想表明了自己会做个好父亲 这一份心思也可以说特别的难得了 不知道赵丽颖看到之后 是否会答应她呢 而其实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感情 似乎也不止于此了 两人的合照中也特别放得开 打打闹闹的样子也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会频繁的引发诸多猜疑 也是情理之中了 可不管怎样 也期待着未来的赵丽颖和林更新在 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 也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了 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更多的好消息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更多的好消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